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下一个相关运营来救教一下这个乔欣 昨天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部份区立委范园范老师咨询 说有一个叫爱奇艺 他在台湾有一个叫一个APP 那在透过这个APP可以点选很多的戏剧 或是综艺的节目可以观看 他说爱奇艺目前无法可管 那苏仁昌承诺演绎不让中国达到并吞的目的 有人说院长有这么恐怖要达到并吞的目的 范老师认为说这个无法可管的爱奇艺的APP 后面有大量的所谓文化性的节目 那会变成一种文化入侵 会达到中共统战的所谓入党入户入脑的三入的政策 他认为说立法院蔡先生说 请他的院长指示说请副院长陈其迈召集相关部位研议 若法不够该修法请立法院支持 一定不能让中国达到并吞台湾的目的 那范云指出说来自大陆爱奇艺 在台湾有超过600万人次的下载 平均三个成年人就有一个人下载过 NCC无法可管 NCC管平台不管内容 但Netflix合法上架 还能够规范他保障台湾的商品 爱奇艺非法到台湾很久了 仍然无法可管 他认为这部分应该要有进一步的管制的措施 特别对内容的部分范云强调文化影响力很大 如果任由他非法上架持续影响我们 要求行政院会协调各部会 究竟是NCC还是陆委会的责任 不过他主张应该回归NCC管辖 才是往国家正常化的方向去走了 那相关有些云友也这部分有一些不同意见 指责苏院长说你是讲得这么恐怖 是不是文化快要亡国了 来你的回应是怎么样 我觉得民进党在防疫这块 我们确实是觉得束大拇指 因为包括民调民意也是很满意的 但是如果在这类的这种议题上面 继续这样子讲的话 我觉得对民进党第一个是扣分的 为什么呢 他其实这样的说法本身就矛盾 他又说他非法又说无法可管 抱歉在法律上面来讲 如果你今天是无法可管 你没有相关的法律 你不能称呼他为非法 好那你就是要去制定相关的法律 那为什么Netflix他是合法的 爱奇艺是所谓他讲说没有合法的 是因为爱奇艺他是来自大陆 所以他们审查的这个条件不一样 所以你要制定一个法律 这样子爱奇艺他才能针对相关的 他去申请他才能合法 所以他不是他今天他故意要违法 是因为我们立法怠惰没有去做相关的法律 那再来就是说苏院长他讲说一定不能让中国达到 并吞台湾的目的 我要请教苏院长 这个爱奇艺他平台他是要做统战用的吗 还是说所有大陆来东西你都把它掀视为要做统战用的呢 他知不知道有多少台湾人下载爱奇艺他看的是什么剧 是台剧 现在有一部非常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名字 但是有一部非常火红的台剧 就是在爱奇艺上面播放的 这就是台湾人他我们的好的剧 被大家看到被台湾人看到 而且他可以赚钱的方式 结果我们的院长讲说 这个是让中国达到并吞台湾的目的 所以我合理怀疑范围根本就没有用过爱奇艺的平台 大家在上面看600万的台湾人会因为看爱奇艺的关系被大陆洗脑吗 未免把我们台湾人想的太笨了吧 有多少看那个都是投蔡英文的 你看对不对 他说600万人订阅嘛 那你今天蔡英文得817万票 就我知道我一堆民进党的朋友全部都在看爱奇艺 因为好用实用 所以我们要想的是说 这个平台有没有办法去立定什么样的法律 让他可以合法在台湾上架 但是他如果里面有涉及统战的部分 真的有这样子文化的这种打劫 那我可以用这个法律去管他 但是如果他只是纯粹的他要去贩售 比如说华剧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话 我们有必要做这样的限制吗 再加上我觉得苏院长他就讲这个 直接就直接就把这爱奇艺讲成说就是中国要併吞台湾 我觉得这句话太过了 所以连PTT包括八卦版这个应该是比较偏绿的 网友都觉得不让你们在搞什么 他就说我都有看爱奇艺啊 我没有被统战而且里面大家有去检查 其实没有什么统战的内容啦 真的真的很少 这个比YouTube还要少啦 你去看YouTube上面统战的内容 什么网港版很多YouTuber他做统战都比这个爱奇艺还要紧 所以你不要去把大陆他们如果只是单纯要做生意 做商业的往来跟贸易 而且还有让台湾的台剧有被看到的这个空间 去把他跟其他真的是要统战的人搞在一起 这只会让大陆的这种统战的越来越多 因为他发觉说好像这样子就可以让你们台湾讨论 大家又开始不断的进攻 对明天的来说也没有好处 这个相关网友评论说苏贞昌并吞台湾说网屁说满脑仇宗 无法可管被指非法网友说你是在贩卖亡国感吗 这相关云友的一些指责 这个刚才这个巧欣讲到说 委员你怎么看这个爱奇艺APP 我曾经怎么讲我不是用他看 我是有看那个他们代理那个节目叫做什么奇葩说 因为你们有几个大陆的名嘴 这很厉害我们那个什么蔡康永才在上面 我们有台湾人在那边 我是有看一下觉得他们那个有他们讨论 这一般的生活中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趣味点 那委员怎么看这个事情会不会院长反应过度 还是范老师并不了解全局还是有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来请说 这个是OTT 全新的一个产业 全世界最大的是Netflix 那爱奇艺当然 大概是中国市场那么大 所以他当然周边 华人世界很多人都使用 我手机这两个软体都有 所以我要看这两个节目随时都可以看 他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那个Netflix他在台湾有落地 就是他有在台湾设立公司 所以就是纳管 纳税 他有收钱 他有收钱的 所以他有缴税 他也成立一个公司 那接受我们法律的管辖 OK 至少公司法等等去管辖 那他也 就让他盈利所得 当然要缴税 对 但爱奇艺一直没有 政府的压力是因为 因为这个产业越来越大 大到你不能不去管他 是 像Netflix他在美国 第一个 像那个什么录影带输出电影 全被他打死了 对 那个 Blobuster 全收起来了 对对对 他现在甚至连好莱坞都 深受威胁 对 因为他开始自己制作 自制影集电影都很精彩 而且他的预算跟拍一部电影还要死钱 这个就是他自制的 所以他是整个会翻转 未来的影视企业 那台湾确实相对落后 我认为政府的行政 如果跨部位 就很难推 如果跨三个部位就根本推不动 他这个是谁管 NCC说你那个经济部要管 经济部说这个内容是 他管平台我不管内容 内容是文化部 他说文化部要管 对对对对对对 他说没有没有这个中国 大陆入资 经济部投審会 再来一个 入会要管 入会 这个至少我们这样看就 四五个了 根本就推不动 是 那你说没有法律管他吗 这个基本上我们也有 你说公司法也有啊 税法也有 那管内容 我们现在也有法律可以管内容 只是他这个形态 你要立一个专法处理他 我反而觉得 我倒想想看看 那NCC你要有哪个方向去立法 哦 假设 假设我们法律制定完 那艾西医不理你 我也不落地 我也不登记 那 我们怎么处理 我们做一个黄火箱把他 把他隔起来吗 有困难哦 这是有困难哦 对哦 用网路做屏蔽 要阻隔他有困难哦 因为他根本就是活在网路上 对啊 他就是云端 虚拟的世界 你怎么挡他 对如果他同样用这种 完全不舍然你的态度 可是军英雄 我所知道他的董事长 台湾的董事长叫范立达 这以前TVBS的法务室的主任 那这个那个李什么 李秀基在那边做公关部 秀基离开了 秀基离开了 那我所知道他们当初这家公司 有台湾的资金 就是那杨登奎先生的八大公司 有一部分的资金 那后来有没有做一些调整 我不知道 那就这个部分来讲 至少先让他某种程度做落地的登记吧 我觉得像爱奇艺 他在台湾已经有那么多的使用者 是 刚刚乔金说六百万 这个范与说 范与告诉你 所以他这个电量已经是大到 第一个 你不能忽视他的存在 你也几乎没有办法 禁绝他的存在 那这时候你就是要跟他谈 是 这个我是觉得 政委当然有了他该负的责任 那至少像这样 像在台湾已经有那么大的一个商业行为 他应该要落地 要设立公司 要纳管 这个是 爱奇艺你作为一个那么大的公司 你该做的 你该做的 是 你该做的部分嘛 你总不能说根本 那这个范与老师的官公 有官公会不会文化併吞啊 有那么的严重性吗 这就是大家对中国政府 就没有信心嘛 认为他所有的 只有范与而已 一般网友没有这样想 好不好 就是你帕拉内容都会 也不能说话你完全讲错 他里面有一些 讲以前那个抗战 他的史冠是真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这完全不一样 他们最多就是爱国剧啊 但是我补充一下 他也有国共内战 他要把中党演得很烂啊 我补充一下 其实台湾的爱奇跟大陆爱奇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公司 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台湾的用户你是没有办法去看大陆那边的东西 不是完全看大陆那边的东西 这个我就不太熟 他是已经就是把它筛选成台湾 因为他有很多版权问题 那那个版权在大陆那边他们是OK就随便 他们本来就没有相关的规定 可是台湾这边有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片子 你在我们台湾爱奇艺都可以去看 所以甚至有一些人他是用破解的 就是说他可能用电视盒 然后他去把它破解到是大陆版本的 因为他这样可以看更多 所以其实我认为台湾的爱奇艺不是不能谈 因为他如果真的要所谓违反所有的规定的话 他就直接把大陆那套放到台湾 那我跟你讲更多人会去订阅 因为那几乎你所有违反的盗版的内容 你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其实爱奇在台湾他给的内容都是有 大多都是有授权的 像是他放我们的台具在上面 那个也是有跟我们去买的 然后那些台具也是很优良的台具 也是政府有补助的 我们也是把他当成台湾之光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公司 他应该不是说完全不能去谈 所以如果他是有意愿 你去跟他谈 他有意愿是合法到台湾的话 那是不是在司法性上面 我们至少有一个法律 让他能够承接起来 而不是一开始就说人家是非法的 好像把他讲成就是要来统战我们的 这有点太过头 时期会不会觉得这个范老师跟院长 达新这些有点超过 就是刚好而已 对啦讲到并吞 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太超过 我觉得就是 就是纳管 就是你得要登机纳管 因为你很难对人家的内容 纳管角色等等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就是你 因为台湾又不可能对人家的内容 去做怎么样子审查 那我觉得这样 就是会不会有文化侵略问题 会不会有 这些文化上面的影响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韩国的影视也非常的强 日本的影视也强 那中国的影视这些年来也强 那我觉得这些某种程度对台湾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台湾这几年来也变得比较强 这几年来台湾因为有一些反省 外部刺激 对外面的刺激 然后有一些反省说那为什么我们都这样 那所以我们后来这些年在台剧啊等等上面 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花的钱 或者是那个精致的程度 还有那个创意的发展 这几年表现也蛮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我们是可以 更走我们自己的特色路线 然后反攻回去并吞他们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我今天问了一下我们群组里面有这个 大传系的老师 他说可不可以比照比照 我们台湾现行的有线电视的系统 must carry 叫必载 必须载无线电视台 你说爱奇艺你的题目你的提供的内容 must carry 必载台湾多少比例的节目在里面 说到我也是个大外行 我说老师你说这个听起来有道理 他说台湾就在做 这有线电视系统 必载无线电视系统的频道 叫民视 中视 华视等等 ok 像这样的建议 我做外行人 俊宣委员 你觉得这是嬉猜讲讲 可以再试试看吗 如果在文化侵略这个概念 这个用词大家有点争议 但至少说比例上稍微调整一下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这个可以谈 因为Netflix他现在也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 做法 他现在也开始拍台湾制作的上架 对 而且他也开始注重亚洲市场 像韩国就注重他 所以很多韩剧就 HBO也在做 所以如果爱奇艺愿 爱奇艺愿 如果愿意跟我们政府来谈的话 我觉得你要长久发展 第一个 你要符合当地国家的法律 是 因为你不是只有台湾吗 你有可能会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去 还是有当地法律的问题 现在我们怕的是说 就是那种态度高完全不理你 这种不是说针对中国公司 像脸书之前也是假新闻 有几张诈骗广告 他不敢在其他的事情网站 全部几乎集中都在脸书 脸书卖的时候 那几乎是成为假货大本领 或者是传递假新闻 当我们去跟脸书在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一开始也不理你 态度也是很高 所以面对现在这种新型态的公司 政府还有多少的公权力 跨国公司 你要多少可以 那种bargain power 这个也是个问题 但我觉得爱奇艺 他应该先在台湾合法落地 那表示说 大家彼此都有一个诚意 这个市场的权利义务 他必须先做到落地 注册登记等等 内容的问题 我们本来就有相关的一个规定 所以我觉得 未来这个ODG的产业 只会更大 OK 他已经几乎完全翻转了 是 先是影响到第四台 对 我们所谓的第四台 Cable很少人订啊 对对对 而且他现在整合性越来越 越高 如果你说了must carry 如果你要他carry更多东西进去的话 那Cable 全部都在上面 对对全部都在上面 OK来 小心可以三秒钟最快速的结论不好意思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爱奇艺的事情啊 如果说像文文家刚刚的提议 那又会有人讲说呢 你看你 他这个平台已经够强了 你又让他上面有更多 更强 让大众赚我们更多钱 对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大家互相尊重 要要求他的是纳管 然后磕水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OK 那如果真的里面内容有很严重违反国安的话 那当然也是予以处理 可是我们千万不是说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 然后指控人家说你都非法 OK 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好的态度 OK 思琪20秒钟 不好意思 所以我觉得 刚刚巨星委员讲到说 因为他跨三个部会以上 可能就没有办法处理 不行啊 因为其实爱奇艺的东西 其实之前也被讨论过 然后NCC也说 那个不是我出管 那个 就没有一个单位 可以完全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你们还是得谈啊 OK还是得谈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双眼 OK 双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眼